那到我們去做這條數 第一個就要留意1除x的5次方 其實可以寫成x的負5次方 對,那還有,那一定一樣 第二樣我們要留意 Logp的n次方 其實是等於nLogp 然後我們就會用這些公式 去做我們現在這條題目 我們要找Logp的1除x的5次方 我們會寫一整 Logp的x負5次方 然後我們把負5抽出來 就是Logx 我們可以看到 我一開始知道Logx等於3個a 所以我們就會寫負5 乘3個a 那就等於負15個a 這個就是我們最喜歡的答案 OK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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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